做这八件事,让你的先生持续为你着迷 专栏作家艾希利 胡克分享,自己与先生共同在西维吉尼亚的乡村教会幕会 有一次当他满身大汉,专注地整理农场杂草时 他的先生却走过来对他说,他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样子相当迷人 你是否想知道是什么让你在你的先生眼中闪闪发光 让他觉得你吸引人 婚姻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当先生和妻子彼此磨合,试着学习更爱对方时 从先生的角度来看,有八件妻子所做的事情 总会让另一半深深被吸引,为此神魂颠倒 如果这影片让你有所启发或学习 请记得点赞、订阅及分享影片 同时别忘了分享你作为妻子或丈夫的看法 谢谢 一、主动向先生表达爱意 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所说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传统上,是男人要求第一次约会 屈膝求婚,在婚姻中担当重任 这些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先生在婚前多半是积极追求的一方 但在婚姻后的生活 若妻子也愿意主动示爱 带给他极大的喜乐和满足 男性健康的一篇文章探讨了 为什么男人喜欢女人主动的问题 结论是男人获得了对自己的信心 妻子的主动会让先生感到被尊重 被重视 提升他的自信心 认为不管在工作上遇到多少糟糕事 家里总有一个永远支持他 且以他为重的人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三节 上帝创造男人成为家庭的带领与保护 因此 做妻子的 请多走几步 让先生们对于上帝给予他们的责任 更有信心 二 活出充满意义和使命的人生 即使是全心照顾家庭的主妇 也可以活得充满意义和使命 这并不是一定要妻子出去发展事业才算数 你的使命可以是做一个尽心尽力的妻子与母亲 也可以在家写作 无论什么 上帝给下独特的命定 不分男人或女人 在世上都有各自的任务要去完成 重点在于 我们是否明白上帝给我们的热情和渴望 当我们活出充满使命的人生 我们自然也会成为先生最好的帮助 三 成为家庭的代导者 爱希利 胡克分享 曾有一些做先生的告诉他 当他们看见妻子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跪下来为家庭祷告 他们心中自然涌出对妻子深刻的爱 当妻子是一位敬拜上帝且恳切祷告的人 先生会感到在主里被扶持的美好 真言三章六节说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婚姻中的祷告可以让彼此走得更稳固 并且在主的旨意里更多同心同行 四 活出自己真实的样子 随着结婚时间欲久 我们在对方面前能隐藏得越来越少 婚姻是学习包容与忍耐的旅程 起初我们以为若不假装 对方可能会无法接受我们 然而美好婚姻的迷人之处 却在于我们有极大的安全感 相信不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 只要一起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会有足够的力量成为更好的人 也会有源源不绝的爱 能接纳彼此真实的模样 若我们害怕在另一半面前展现真实的模样 往往源自于对自己缺乏自信心 从另一面来说 当我们是一个在婚姻中很自在的人 我们的先生也会感到相当骄傲 他所爱的在他面前坦然自在 当然 这无法单靠人的意志力做到 活出信心的关键仍在于耶稣基督 5.在先生面前表达脆弱的一面 不需要故意为之 然而也不用一定要很坚强 不论你和先生的互动模式 为何 男人天生被设定成为一个提供保护和安慰的人 适时地寻求先生的安慰 他会很乐意成为你的倚靠 而我们表达脆弱的这件事 也在告诉我们的先生 当你感到软弱无力 我也可以成为你的陪伴 在我们的婚姻中 感到脆弱是可以被接受的 当你需要 我会给你一个深深的拥抱 在婚姻路上 愿我们时刻谨记圣经的教导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至五节 6.适当的固执与坚定 一个妻子在某方面 有自己的固执与坚持 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 但固执就像一把双刃剑 必须拿捏得恰当 对于某些事情坚持 意味着我们可以站稳脚跟 坚定立场 另一方面 他可以让你的先生动起来 为你做事 比如打包东西或做家务 当我能够坚定立场 我们的丈夫将更有安全感 他可以确信面对困难 你可以为家人挺身而出 有时候他可以说我累了或需要帮助 你可以应付 7.珍惜你的认身文经历 不要讨厌自己认身文 他们提醒了你的的身体承载 和生育孩子的能力 而能够经历怀孕的奇迹 是多么美妙的事 无论是认身期认身文 还是减肥成功的记号 都是你努力奋斗的的伤痕 与结果 你的先生也一样会珍惜 会感到骄傲 8.穿着他的T恤 事事偶尔穿上丈夫的T恤 这一行为会激发你先生对亲密的爱 这是在提醒先生 他很有吸引力并且被通缉 所以 从先生的衣橱里拿一件衬衫 让他知道你仍然只为他着迷 当上帝创造人时 他创造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他为先生创造了一个可以领导 照顾和爱他的妻子的人 上帝也知道 在婚姻关系中 男人会被妻子深深吸引和爱戴 他们需要知道做妻子的 仍然希望他们照顾 并带领家园 上帝已经认识了他们 并装备妻子来满足他们 是否会是重看的 避免的 对 平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